館長驚爆當初被槍擊幕後 是民進黨幹的 民進黨槍想要提高後 館長再開砲 槍擊他的黑道包含會 主腦中文治 朝作TDR坑殺投資人 遭重判17年半 但民進黨立委竟然集體提案 要把TDR納入證交法 有價證券幫中文治脫罪 因襲立委甚至還幫 黑道槍擊犯辦違法接見 開槍跟民進黨沒關係 你踢得下去這麼剛好 余天領著20幾個立委 幫保和會開脫 台灣100多個立委 就只有陳明文 接到這個特殊的選民服務 台灣100多個立委 就XX的陳明文 保和會這麼剛好 就他選民服務 你解釋給我聽嘛 館長通罵民進黨跟黑道掛鍋 還說法院是民進黨開的 館長嗆嚇他不怕被告 法院你家開的嘛 我只能極力的 在法院跟你黑黑丘嘛 啊你要判就判給你啊 我能怎麼辦 這種妨礙迷的案件 台灣的司法啦 真的XX跟狗屎一樣 反正隨便啦 那你一個民進黨黨部呢 告我 我深感農藥 館長怒吼 為何蔡總統子弟 比老實在黑道扯上關係 鄭文燦呢 也跟郭哲明 也跟林秉文 這兩個一個黑道 一個洗錢的 一個洗錢的 一個詐欺的在一起 我們叫陳明文呢 也跟XX的保和會 關係非常好頒特見 真XX的咧 這什麼民進黨啊 沒關係我來犧牲嘛 我又不在怕啊 我現在給我拍的戲啊 過去體律當英憤 如今送給民進黨這句話 我為什麼不怕 我的身後 站著 千千萬萬的台灣人 還是會支持著館長 這就是我的底氣 執政者有沒有 和黑金掛鉤 民眾批判 懷疑民進黨 是不是就該被告 司法誰在掌控 看館長案被怎麼辦 就知道 謝謝西洋陸西瓜好 SNN小組 可以報道